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一大早大家非常的嗨 原因是美股昨天持续的重跌 但是台股今天偏偏就给你开高 每个人在那种氛围当中 就马力家族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冲上去再回撤关键价 没有守的那一当下 直接往下面种栽 种栽的过程当中 在尾盘再踹一脚 今天大家都知道 尾盘MSCI季度的调整 所以些许的股票 几乎都是杀重型股 那么重型股尾盘一手价 降坑有很多档 到底是福是祸 今天我仍旧详细的解给各位听 因为这几天我已经提醒大家 这个盘已经反转讯号出现 但是到今天各位才惊觉 那么惊觉之后要继续害怕 还是反向思考 这时候 又崩落了 为什么大阴线天天在崩落 今天是5月31号5月底 不管是法人作战或MSCI要换股 但是终究开高拉高 这边没有守关键砍杀一波 这边反扑不成再杀第二波 杀完之后尾盘再踹一脚 直接这样杀下来 好狠 这边是2000亿 尾盘最后一手价2000亿 那么昨天5月30号也是大阴线崩落 那5月29号也是大阴线崩落 大阴线连续崩了三天 它到底崩完了没 这个时候请看 5月29这一天 本间K线已经糟糕 有反转讯号 我想客观的分析 才能够帮助大家 并不是当你看到 一个大阴线 两个大阴线 三个大阴线才有惊觉 我今天请大家 把惊觉惊慌收起来 好好听我把这个盘解下去 你才知道你的下一步会怎么样 这一天5月29号 我已经就这个结构面讲到 20大排行榜跌了150点 而这个结构败笔是出现在 没有攻高反杀 所以这个格局 我直接宣判有反转讯号 那么有反转讯号 你在这个地方 跳空上开的两个 跳空上开的两个 你次日绝对不能走这个 而且这一个星星 它是此坡的高点 所以次日不能走这种格局 所以那天我就宣判 这样的走势 但是很多人并后知后绝 原因很简单 这一根的K线 它的量并非很大 所以很多人都失去戒行 但是我已经做到 糟糕各位 提醒各位的责任 5月29号形态高档大阴线 关键价21784 当天几个重点提示 当天台股的20大权重股 全面走跌 一早卖压就很重 那么当天没有再攻高 直接破关键价 下补部分缺口 各位还记得我前一天讲过 一定要攻高 否则这个缺口很容易币 当天币的部分 结果次日我讲过 开高开低的走势 那我们看来 5月30到底开高还开低 开低对不对 那么开低很容易补满下缺口 你看我都事先跟你们剖析了 这时候怎么样 引发追杀力 结果5月30礼拜四 砰下来 流空缺口 补多缺口 各位已经看到就转弱对不对 那我事先提醒大家的 所以到了昨天 我讲过以这个格局来讲 流空缺口补多缺口 回撤2万压力大 结果到昨天 是高档跳空大音 你看这边大音线崩过 再跳空大音 这个更糟糕 虽然各位说量没有很大 但是这边选了空方缺口 那就各位要注意了 给各位的关键价21461 那很简单 今天高点多少 21558 盘中有 这边盘中来这里 盘中 盘中有越过 但是后来没有 盘中这边都有越过 后来没有 结果21461 结果我说 今天礼拜五开高跟开低 开高需占上关键价 否则必反杀 好 问题来了 好 今天有 这个大盘有 早上呢 高点都带21539 那当然我给各位观价有越过 那你越过 你就不能再回来 你回来测一测测一测可以 但是你不能就失手 结果从这边 这一条好像461 我把它画出来 这边大约就461 这边 你那边测啊测啊 除啊除啊 这边砰下来 这边反扑再不成 反扑再不成 直接砰砰下来 所以各位后来才惊觉 这个盘是从楼上掉楼下 而且在尾盘更狠的是 再补了115点的下跌 然后再补了什么东西呢 再补了2000亿 那么这里20大排行榜 几乎叫全均覆木 这个比较重的 跌了196点 那各位有没有想到 20大排行榜跌196 我们的大盘才跌199 那换句话是不是 一些的小型股在那边撑住 说实在 今天这个秘密 我偷偷告诉大家 今天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反而在上涨 因为今天上市的部分 500多家在上涨 那跌都跌什么权重 我盘中在Tilogren 已经通知所有的粉丝们 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我说你要把QR Code 给扫下去 顺便把我的Tilogren加入 你才知道盘中盘 会怎么回事 这时候 今天后来惊觉这样 我想希望你保平安 那当然看到今天这个格局 不免想到本间K线的珍贵 今天这里来拉近 大家怕不怕 我不是要吓你 是要让你看仔细 一根大音线 跳空大音线 今天第三根 那么这种要注意 下落跳双音 是本间K线里面 非常弱势讯 那么怎么样化解 稍后我告诉你 直接拉下来 这边第三根 来到非常大的量 而下落跳双音的 第二根量也很大 到底怎么回事 而今天几乎就是 收最低 那么这种格局注意 我这边就提醒你返转讯返转讯返转讯 然后今天怎么样了 下落跳双音 下周一 请注意了 关键价记下来 21356 这个时候各位注意了 几个重点提示 MSCI调整 调整了这个 两升一降 中场这边踹的这样子多了这样 是卖盘量 昨晚美股四大指数继续重跌 台股开高走跌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标题写这样 一大早大家都很嗨 美股重跌 台股自己大涨 好 嘴 嗨过头了 最后反手杀 主力就是这样 然后边拉边出 所以很多人竟然来惊觉 为什么昨天要卖股票 前天要卖股票 大前天要卖股票 我都是有转有进有出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注意了 这个格局下周开高跟开低的走势 开高需站上关键价21356 如果开高 如果像今天后来又失守了 一定再反杀一次 最好就是站上去 不要再回来好不好 这个地方要走 如果下周开低的话 我直接给大家这个 回测2万机会大 因为今天收哪里 我跳回第一张资料 我看到了21174 我当时也跟各位讲过 这个大盘的格局 它就形成K线这个位置 有没有 这边大概是2万点 这个附近 2万1000 我这边要补一个1000好不好 因为这2万1000 这个附近 2万1000各位想一下 这个附近 这个地方有守都好 不守就会再更矮 这边自己讲2.1万 好不好 2万 2万1 这个大概附近 OK 这个地方大家去想一下 我是客观的分析 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行情当中 该赚的钱要赚 然后该买的股票要买 不要去追错股票 为什么我昨天跟各位说 开大胖卡 我要卖鸿海 今天各位才看到右箱下跌 为什么我跟各位说 我要卖部分的小骑兵 我只留500多块买上来 这就是我一直在调节 前几天我还卖了滑速 为什么 你今天都知道了 那我希望你能够平安一点 那今天很多人问我 那个什么 要转好运的那一档 连续跌了好几天 今天这样子好不好 有来问我都知道答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想一下 今天到底杀什么 我想我直接翻给各位看 第一档 护国神山13块 哇 47,000张 我直接这样拿 然后鸿海1.5块 45,000张 够不够量很大 所以尾盘为什么 我们大盘多了2000亿 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然后还有一档 叫做小骑兵 这个因为最近火热火热 天气股 3块2万4 这蛮多的 这个几万几万的 不是几千张 这种重型股有占权重 而且它这个跟量能有关的 这是非常多 而且像这个高价股 很多对不对 还有一档 这档也是 这档是不多 跌1块钱 但是7000张 但是股价都是高价的 200多块的 所以这几档 光这几档 各位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的量都很大 尾盘都是几万张的 所以成交量变这么大 那到底是福是祸 划拉回来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因为有一批人 KAN出来 今天谁KAN的 还是金头发蓝眼睛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阿多仔在那边卖台股 对不对 那问题是 到处来的筹码 有这么大的量 谁能够吃 那就是法人 那我们本土法人会不会吃 还是蚂蚁熊兵接走 这里就是换手 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今天大家注意了 这个股票17块 这一手价直接坐下来 这边13 总共跌17 然后坐下47000 这种只有阿多仔的解作 但是问题能够接47000张的 不是蚂蚁熊兵 那这样子呢 我下一节慢慢跟你讲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来看一档股票 这个叫做鸿海 也是一样 这个鸿海 各位有没有偷看到 这种格局关键买回 对哦 何大胆 能够带会员这样赚钱 是来自于 本间K线 给我的启示 大家记不记得 我想我只能够这样 持鹰跑胎 是这一天186高档并列 我讲过大胖卡开出来 我卖股票 等的是买股票 昨天我定价没来 所以我今天呢 好 关键买回 186到174多少 十几块对不对 14块 这边是172 所以是14块 14块的价差 一张就一万四 那么我从140 150 160 一路带你买 买到170 然后在18级那边 倒光 然后再压回 嘿 关键买点 所以我最有资格告诉你 你要听我的婆媳 我敢卖我才能够有钱接 这个时候感谢坑下来 这样最好 因为你不坑下来 我还不满意买这种买点 当然啦 我下一节也要跟各位说 像这种股票 到底是福是货 因为我昨天跟各位说 大胖卡开出来 大胖卡不是小胖卡 比小胖卡要微一点的 所以我等的是什么 我下一节也一样告诉你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又要问我 从美国回来 为什么这些股票都在跌 你不要急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我下一节告诉你 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老板还没有回来 老板不在家 破盘三天 168 今天最后一天 把握call me的机会 这时候金融刚好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长雨落 多雨空 一瞬间 我常常在讲 你行情没有准备好 你现在看到跌才精绝 原来本间可以先这样帮助大家 当你看到一档股票爆喷的时候 你到底要追还是要卖 那我不是跟你讲吗 你股票买到还没有爆喷之前 喷上来你要判断 是阻力拉高出货 还是真的要在上涨 讲到这边我先插播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有没有带来啊 我刚才没看到 这档股票我想很多人啊 也是要给我按起很多的拇指啊 然后这档下没带来 没关系 也叫五三四七的那个世界啊 很多人佩服我 为什么这种股票可以这样飙 我等会如果冒出来 我再跟你讲 因为呢 你们常常啊都后知后觉的 然后半信半疑的 到最后都没赚到 有在这里插播 我拿出来 那为什么大家跌它不会跌 我已经讲过啊 你一百块附近不买 那我有什么办法 那我们现在是持盈保态了 我卖了一半 那天吉拉卖一半 那为什么它这样子 因为法人赚了这个卖那个 卖那个转钱再过来卖 下不过前两天不是有news 说什么什么的成分就上去 所以你要不要事先卡位要 你事先没卡位 今天107到底追还是卖 问题在这 所以呢去想一下 为什么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也是开场白 那不是口号 是真的要这么做 好这个时候 台积电 今天这样有没有关系 7.7万张 张数是尾盘这样出来的 多了4千 4万7 本来没什么量 那到底怎样呢 我想这一段我都讲过了 尤其这一天 我想 黑十字 次字很关键哦 那你最高嘛 你黑十字好 黑十字可以哦 中继再涨你要翻盘 结果没有翻盘 连续星还在这边还可以 但是我说不能跌破858 我已经帮你画好 我已经帮你画好 结果呢 哎破了 对哦 破 857也不行就破了嘛 还三黑哦 5月30 跳空倒梯黑 我都讲过 不宜跌破这里 今天破了没 今天在这 破了没 好今天看一下 我想这个数字 真的有点神奇啦 822啦 今天收多少 我想很多人说 本间K线折折撑起 我跟你说不宜跌822呢 就本来没跌呢 是尾盘踹下的821 下来了 这是巧合吗 还是侥幸 我想你看我节目看很久 这都是事先讲的 对不对 所以来 日K五连黑 下周关键 因为 换手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杀到大量 如果 今天接走的是本土的 下周好好呵护 才有细唱 如果下周呢 反手CAN就没有了 因为现在是阿多仔在CAN 这样了解吗 注意了 所以赶快把这边 QR Code撒下去 一样盘中通知所有的人 告诉你这格局怎么回事 OK好 这个时候除了这个 这个会影响大盘指数 对不对 这个也会 你们要佩服我啦 我敢买 我也敢卖 何大胆就是这样的称呼来的 关键买回 你在皮皮处啊 我关键买回 186你为什么不卖 那今天172差14块了 当然啊 我也不是因为跌很多买耶 昨天定价没来 今天买了 这天开大胖卡 我还是一大早卖的 卖到185184都有 因为市价单 这边186散了一下就没了 卖股票有技巧嘛 所以我说那一天的叫大胖卡 为什么大胖卡 我只保留160以下的 原来的低档买起来的单子 其他加码单 不管加几次 全部一次到光 所以我钱很多啊 所以要开大胖卡 那因为我没有全部卖完 所以我不能叫做开运操车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呢 看到这样 新高高 你怎么瘦得咬股票 天天新高 这边还在加码 全力买回 之前不是有卖一半再买回 你看我多会赚 光一个股票 140涨到186 我可以做N百段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去找谁都没有用 这天我真的在这边卖 市价单178.5都卖到了 是不是 那我有卖才应该买回啊 那你15级在哪里啦 你们都没有这个魄力 就喜欢那边帮人家抬轿 你不要帮我抬轿嘛 那这天我已经讲过 你们不要理我大小通吃 为什么叫大小通吃 我上次解释过 还有人有的新观众问我 为什么叫大小通吃 红海大小通吃都能够吃嘛 大他也能够吃得下 小他也能够做嘛 所以大小通吃 红海 OK 所以很多人说 我有慧根取这个名字 何大胆强力棒 这一天台股崩跌1000多点 也是礼拜五啦 礼拜五我很喜欢搞怪 后来这样马上红 结果立马再红 黑的 但是股价已经涨了6块 我就公开了 红海 结果这个事情一路看一路看 就喷出了 这个叫有功力的人 何大胆何快手做得出来的动作 没货快补来预约绝对霸占 你看长话1685还不放手 绝对霸占 有没有 你以为很高吗 17很高吗 还不过瘾 绝对霸占175 还在霸占 光这边买了几次了 这些涨幅很可观 5月10号新会员低接 哎呀欧欧的很恐怖 哎呦这边建高点 绝对霸占 5月15基本配备 没货快补 储成红色大脚又进来了 股票就是这样卡位 不然怎么怎么赚 好这边179这一天 一次倒一半 这边买的要倒一半 有没有 涨39块 结果呢520跌了三天 关键买回 当时才166而已 你看光这一段 我做了几次了 524要涨到这里 这边还有对不对 立马就红 没货快补 结果这边呢 跟你讲下周补量很高 527你看这个 丰功伟劣 这不能骗人的 哇涨到185 那问题来了 528 186 十字 中计还高点 哦来预约同步哦 我有跟你讲预约同步哦 结果呢 你们都知道我在干嘛 加码单卖掉嘛 数钱数到手抽筋 有没有 我只留这两套单子 这边全部一次倒光 全部一次倒光 够了吧 够哦 好 那问题来了 昨天5 5月30号下落一星 有没有留空缺口 我卖的刚刚好 卖股票 卖的刚刚好 砰下来 好 我准备要结果 所以呢 我昨天给你呛名了 欢迎预约同步 买回点 你看 我给你预约 你不来预约我没办法 这样他单子还抱着 对不对 好 那有卖的 对不对 好 关键买回 好恐怖哦 第二 来来来 没货人赶快来预约 没货人赶快来预约 换手 再换手 最后换到谁的手 大教授 你看光这个股票可以做成这样 股本这么大的 好 好 这一档来来来来 好 这一档 间谍12块 好 有没有卖的很过瘾 我会认为说老师你太厉害 800多那样跑 你不跑我没办法 会买股票不会卖也没有用 对不对 大胖卡开出来 这边800多耶 800多耶 桥节部分 这一大早还有800多耶 沙尾盘 大胖卡 我卖股票是卖的很快 不然我叫做合快手合大胆 对不对 700多人在哪里 你还不要我一次到了 对不对 600多人在哪里 这都是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绩效 5月21号才650耶 今天月底了800多 怎么这么会喷啊 当时这种涂眉的药 我全少了 有跟你讲过 就这边续爆喷出 就这边喷到785 这边最好玩的 这边 好 817 然后呢 这丰功伟业 丰功伟业 然后这边跟各位说 我只保留这边这边的单 要做动作 OK 我满手事先讲 这个时候剩一分钟 我今天也要赶快讲这个 这个是 继续赚钱抱着 另外一半持股抱着 滚量3.9万张 小胖卡吉拉 我买在100块附近 吉拉卖一半了 然后昨天继续涨 今天还在107 那这个股票呢 今天喷到外太空108.5 虽然你看我股票选对了嘛 卖的下跌 买的继续抱着的大涨 下周赶快来预约 这边大脚都在吃火 那下周到底我要一次卖掉 还是要再加码买进 这时候赶快来预约 就如同当时的红海140 150不要就喷到18几 然后那个小骑兵你不要 就不不不不 涨到800多 所以该赚钱要赚 不然赚不到我也没办法 那今天呢这个讯心啊 尾盘拉尾盘 要帮我掌声鼓励了好不好 然后这个 唉 好这个今天没有印到那一张 没关系 这一张也是 这个怎么办 好 有这个被套住的来问我 我能够帮你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 那我也没办法 最后这档希望大家 赶快来预约霸战嘛 无名英雄滚亮 滚亮再滚亮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方案 老板快要回来了 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赶快破天荒的168 赶快扣蜜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打赛物 banco 超人 对 本节目是